很多人剛好上來 包含全國最高票 你說從和解到和諧 是贊成多數黨評分 大選後隔天一早 柯文哲心情平靜 儘管是放假日 依舊回市府辦公 市長會覺得應該可以得更多 補選成績還滿意嗎 會不會對之後 柯文哲立委有信心 面對今天的問題 柯文哲沒有停下腳步 直到他晚間透過臉書發言 恭喜台灣人民 以民主選舉的方式 證明自己是台灣 這一片土地的主人 除了恭喜 新任總統參議員之外 柯文哲也祝賀 所有新當選的立法委員 能夠為國會帶來嶄新面貌 雖然沒有實際參與選舉 但柯P非典型輔選 建功不少 全台灣人都變成柯文哲的KTV 還有挑戰一日北高單車場征 1 2 3 4 從台灣頭走到台灣位 柯黨會輔選36位立法委員候選人 當中高達25人當選 輔選成功率69.4% 包含全國最高票的台南名將立委 王定宇以及新北市選將 柯文哲加持過七位 全部上榜 OK 好 你兩個要加油 武黨派的首都市長 經過會有將近四分之一 柯派立委 加上蔡文執政 庄庄地方都有人 不只有駐台北市政 更讓柯文哲的政治實力再進化 這台北綜合報導